饺子馅就是要鲜美多汁 今天就让《专业白岸》 30年的一秀教大家它的做法 大家跟着我 把这下面三个步骤做好了 就可以毕业了 我们先把葱姜蒜放进来 加入花椒 加入开水 我们先泡在那里头 等火在院 现在开始做馅 我们直接把肉切成肉末 把韭菜黑末 还有侠仁全部都切成末 我们锅里倒入油 加入葱 八角 蒜 然后把它给煸香 我们把肉末先搅出胶汁 分三次加入葱姜水 让它慢慢把水汁都吃进去 搅拌均匀以后 加入蚝油 生抽 盐 鸡精 味精 13香 然后搅拌均匀 加入侠仁 黑末 韭菜最后加 因为韭菜你搅一下就搅烂掉了 调均匀碗 加上刚才熬的那个油 锁住它里面的水分 拌均匀碗要滴几滴香油 我们现在把它冷藏20分钟 炖好的三线馅包到皮里面 我们吃水饺都是比较喜欢馅包得满满的 皮薄 馅多 我那天还看到西红柿炒鸡蛋馅的饺子 现在什么馅的都有 大家喜欢吃什么馅的水饺呢 水饺熟喽 锅里面水烧开后 我们放入蒸饺 蒸10分钟 时间到了 蒸饺也蒸好了 多汁味美太牛逼了 也要喝点